好那么刚才我们这个总结了下对吧 说了一下这个逻辑回归 做这样一个癌症检测的这个案例 那么这里呢也给了另外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什么上下文点击对吧 那这个点击呢其实它就是两个类别 你们你这个广告提供的一些特征对吧 它会被点击还是不会被点击对吧 但是呢这个给的这个数据呢还比较多 那么这个数据呢它的介绍 就说它给了很多 我们在这重新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呢它给的这个数据啊比较多 它给了八个这样一个关系的这样数据集 也就是说这里面一共有很多张表 那这每张表呢是需要你自己去分析对吧 这里面哎然后呢看一下它的数据 它的目的呢肯定是看判断这某个广告来了对吧 我判断一下它属于某个类别是属于被点击的呢 还是不被点击的对吧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表的格式 对吧表格式你是要去分析这表 当然在这里面也给了一些相关的数据集什么意思 对吧你里面的某一个字段代表的是 哎你这个广告是这个里面有没有些这个电话被打过 对吧被电话打过 还这些都是影响因素那这里面都是它的这个数据集啊 你可以呢拿这样一个例子去做一下对吧预测对吧做一下预测 那么前提是你得对这个表这件关系先理清楚了啊 这个表是比较多了对吧 我们之前在读那个什么instarcard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四张表吧 你得先把表给理清楚它的这样一个数据存在CSV文件当中 它这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它的件啊等等等等 对吧那这是你需要去自己去分析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给的一个数据集啊 你可以去做一做对吧 但你不做的话等一下还会有另外一个数据集 那么这个是你必须得做的 那首先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逻辑回归啊 那么这个逻辑回归呢 它其实就是只能解决二分类问题吧 让我们说了只能解决二分类问题 所以我们在一些二分类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先首先考虑呢逻辑回归去做 能理解吧 因为它的优点是什么 得到一个分类概率比较好的产品 简单速度快 因为它这个其实源于就是现金回归这样的一个算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所以它呢非常简单也非常快啊 主要是有低度下降去求解比较快 那适合得到一个分类的场景 分类概率的 一旦你这个某个场景上需要说 我判定你某个样本属于某个类别的概率的这样一个场景 我就可以用逻辑回归做 当然前提是二分类问题 那缺点呢 其实就是它一个不能做很好的做多分类 它这不能做多分类那没办法对吧 那这个地方它不能做多分类的 其实它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我们不会去做 那怎么做呢 比方说我们用逻辑回归去解决多分类 这也非常简单 既然你只能解决什么 两个类别的问题 那我可以把数据都看成两个别 可不可以啊 比方说我现在给你两个类别了 对吧 我现在可以先放到三角形和不是三角形的 再放到这个比如说是这个X 对吧 还不是X的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off类问题吗 当然这样去做非常麻烦 你得把每个类别的标签给改了 对吧 还得对应的标记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一般多分类有现成的算法 为什么不用呢 对吧 这些角色数啊 随机森林啊 都比较好的 可以直接去用 对吧 好 那么 当然多分类问题 那我们这里面有个叫soft mask 这是我们在后面神经网络当中会说的 它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东西非常相似 就跟这个损失值呢 非常非常的相似 它能够解决多分类问题 那这个地方解决多分类问题啊 主要是在神经网络当中 不是在决策数随机森林里面用的 注意到 我们这是在一些神经网络 它主要用处呢 在什么图像识别 对吧 图像识别里面神经网络 它怎么去分类呢 它用的就是soft mask 这个跟我们的决策数是不一样的了 因为我们图像去分类 是不是也是一个分类问题吧 对吧 你这个图片属于哪个类别 或者这图片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也是具体有哪一个类别吧 这个是soft mask 后面我会说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逻辑回归 这样的一个算法给讲了 对吧 那么在这里 我们还得提一点 逻辑回归 它与我们的这个普苏毕业司 是不是都有一个概率的解释啊 这都有个概率 那么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首先我们看看逻辑回归 然后呢 这个普苏毕业司 普苏毕业司 这里我们进行个简单的 这样一个总结 那么普苏毕业司呢 和逻辑回归 最非常会非常用 或者问啊 问到的这一点呢 是什么呢 就是 哎 两个这样的一个模型 一个是生成模型 和这个 判别模型 这两种模型 我们没提过对吧 但是有时候呢 笔试啊 面试啊 会有可能会问到这些东西 那什么是生成模型 什么判别模型呢 我们先来看逻辑回归 首先从解决问题来看下 解决问题 那么它是不是只能解决 二分类问题吧 对不对 它只能解决二分类 那么普苏毕业司 是不是可以解决 多分类问题 对吧 但一般的我们会拿它去做文本分类 对吧 建立个多分类问题 对吧 一般我们做文本分类 建立个用处 那么从它的一个应用场景来说呢 应用场景来说 其实只要是二分类问题啊 只要我们刚才提到那些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去使用逻辑回归去做 对吧 我们这些 比如说这个什么癌症啊 对吧 癌症检测等等 二分类需要概率的产品 都是可以去做的 对吧 这个是看你需求了 你需不需要有这样一个概率解释 跟它正 精确一点 那你就可以用逻辑回归 那么这普苏毕业司呢 我们说一般我们只放在文本 文本分类当中去做 当然 做其他的这样一个多分类问题也可以 当然我们就决策书啊 随机森林去做 对吧 还有神经网络啊 去做就够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去用这个东西做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需要这两个参数 而我们的参数 逻辑回归有什么参数啊 是不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正常化力度吧 正常化力度 那普苏毕业司有没有参数 没有参数 但是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点 都是有个概率解释吧 你最终中得出的结果都有概率解释 共同特点 得出的结果都有概率解释 这一点非常好 对吧 好 那么这里面他讲的生成模型 叛变模型是什么呢 这里面我们要提到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鲜艳概率 那我们来看一下 普苏毕业司在进行分类的时候 他在进行判别某个类别属于某个 啊属于这篇文章属于某个类别的概率的时候 他要怎么求啊 是要求出这几部分 我们简单的写下 比如说是在某个文章的某个类别下 你的某个词对吧 F1 F2 等等等等 这些词 是不是要求这个啊 还要求什么啊 还要求你的C 对吧 PC PC 然后呢除一个TW 啊 这个我们就不行了 就要求这些东西啊 好 要求这些吧 那求这些东西 也就是我提前需要 提前在我们的数据当中去获取这些东西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PC呢 我们称之为鲜艳概率 你得先去求这些每个类别的这个概率是多少 只有这样一个鲜艳 我现在是要干什么 需要某个文章过来了 我是要判断这个文章类别啊 那我先要得出这些文章在历史上面 历史数据上面 他是怎么样那个概率情况 对不对 先得出这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鲜艳概率 那么我们的逻辑回归有没有啊 不需要得出这些概率 或者说得出这些先去统计一些什么东西吧 不需要 那么哪一种是判别模型呢 我们的逻辑回归就是判别模型 那我们的这种普苏贝耶斯呢 就是这种生成模型 当然生成模型和判别模型 并不止它两种对吧 生成模型判别模型的一个 判别依据是什么 就是你有没有鲜艳概率 那我们可以分一下了 判别模型是不是大多数算法都是没有这个鲜艳概率 对吧 那么可以看到 比如说K近零对吧 K近零 什么普苏贝耶斯 或者这个决策术啊 决策术 还有我们的随机森林 对吧 包括我们后面讲到的这个什么 神经网络 都是这些什么 判别模型 神经啊 神经网络 这些都是判别模型 当然还有我们没有讲到 对吧 也有一些呢算法 当然说这个看长不长用了 那么生成模型呢 我们只接触了一个普苏贝耶斯 对吧 当然还有其他的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之前提过这个什么标注问题 我们用的是什么 银毛可夫模型吗 对吧 当然这个问题呢 我们没必要去掌握这个银 银毛可夫模型 可夫 模型对吧 银毛可夫模型 这个呢 也是生成模型 当然这个我们没介绍 我们也很少用到这个模型啊 所以我们可以介绍 判别模型 神经模型 要面试或者鄙视题 有这些东西啊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你要知道 他的一个判别依据是什么 有没有鲜眼概率吧 鲜眼概率就是说 我是是否需要从历史数据当中 总结出概率新奇吧 这个东西是称之为鲜眼概率 如果不需要总结出一些历史的数据的一些概率新奇 我们就称之为判别模型 能理解吧 好我们请下课休息